顾小贝国学 弟子归 第十一集 长者立 又物作 长者作 命乃作 尊长前 声要低 低不闻 却非宜 进必驱 退必迟 问起对 事物宜 和长者坐在一起时 长辈站着 晚辈也应该陪着站 不能擅自久坐 等长辈坐下 吩咐了坐下才可以坐 和尊敬的长辈说话时 声音要柔和 音量适中 说话的音量太小 让人听不清楚 也是不好的 有事要到尊敬的长辈面前说时 应该大步向前 退回去时 必须要稍微慢些 才合礼节 每当长辈问话时 应该注意听讲 眼睛不可四处张望 左顾右盼